因为他要照顾一个学音乐一四五成 整天胡思乱想 就快要退休又死业又没有人请他讲到的爸爸 除了丘利明治 当然我的孩子拉大平级 我当时说 你真的要换财 为什么 爸爸要每三个月 每三个月就要换一部车 你看这个就是我开的车 啊 多么厉害 不是啦 这不是我有一次租车 租了一块四九块钱的车 他帮我升职 结果就变成这个跑车 我一生人只见过一次 所以一定要拍张照 我们传道人一定很苦 虽然不一定是吃苦 他们就吃苦了 不过他们好像也不是 他们在成都也不是吃苦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这么奢侈的 我说 哇 你以为了 我的孩子说 我说有一天回来家 找不到任何的交响乐团 也不能够做演奏家 他说 爸爸 I never think about that 我儿子是九零佛 这个叫九零佛 他说 爹地 what are you talking I never think about that 我说 get a job no I never think about that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读音乐啊 他说 I want to perform music to people who cannot buy ticket to David's Hall 我说 哈 那你要去哪里表演 Senior home 老人乐 我说 那上凡师交响乐团的 David's Hall 他说 no I don't plan to go there 我说糟糕了 我这部跑车没有下来 这个叫九零后 就是说呢 我们这种抓紧人士的梦 不是他的梦 我告诉你 我的孩子呢 还是有梦的 他结果还是要做表演家 甚至交响乐团的音乐师 都不是他的梦想 九零后是可以有理想 但他的理想就是不是你的理想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来形容呢 我给大家看看你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呢 有些人说呢 我九零后的人呢 他们是我们这种五零后 到你们六七零年后这种呢 我们是怀旧 Nostalgia 跟说九零后呢 是Nazistic 我不翻译的 免得你丢鞋子给我 但总之呢 我就说不是 为什么呢 你再看了 我说 我们这般老一辈的人呢 也可以是自恋狂的 结果我的孩子呢 这个是他的音乐会的传单 哇 你以为要穿西装 好像我这样子啊 你看我穿的西装都知道 我这种是宋元明清的衣服 我的小儿子 我的大儿子的音乐会 他是这样子来做传单 我说那你怎么样都要穿个晚礼服 好像滑游游 他说 No Daddy This is the time of young people 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你看我们这种呢 叫做宋元明清 有没有看见 很宋元明清 再来一个宋元明清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 结果 我们住在哪里呢 我们住在 郊区 叫做 Belphit 西雅图 新华盛顿州 我们住是Belphit 跟着 有没有听过 Ratman Ratman 是哪一个总部啊 微软的总部 跟着 Carven是什么总部啊 Cosco的总部 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训 我 我跟我太太 我们 回家的时候 我们呢 那个地区就是 最新开的小飞羊婆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学 是哪一个人 跟左 再来一张 好 要 摇动 人肉摇动 以前老牧师曾经贵的这些问题大发脾气 但我这准流失后现代的我们是不在以前牧师之后 怎么可以讲到这么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锅了 这个就是我在吃火锅 有没有看见 结果呢我那天呢 太太我们还说礼拜赢 你们回赢之后呢 我们下到下面呢 我们就会吃小朋友的火锅 哦谢谢 这个叫什么 阿宁叫什么 结果呢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只是我在哪里吃 所以是真实 为了证明呢 这个是真的小肥呢 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企业 所以我们国家也到人也在 那你很奢望呢 不要紧 所以你们这里有在哪里呢 我不讲的 不按这个 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下 都还开了鼎台风 那李教授 你不要来 我们台湾同胞 要重演 结果呢 鼎台风 这个叫做台湾之光 我们就说台湾之光是包子 那这个真的可笑 台湾之光是什么啊 当然是新竹科学院 是搞到现在 中国都没有搞起的半导体企业了 这个叫做台湾之光 所以你们搞半导体呢 全部要去台湾 你看 这个就是 这个不是台湾之光 这个叫台湾之痴 跟着再下去啊 这个就是我们那里的地区 跟你们这里一样 你看 哇 这些名贵跑车 就是那个一天在史当中校园 见到那些80后90后的台湾 跟着我再介绍 你们来到的湾区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前教授的城市 这个城市很厉害 首先 有这个是 八老会 是这个 老牌子 属于国家 大家记得了 香港茶餐厅 哇 你一定要去 这个不需要坐飞机回去的 你在那里可以喝到香港奶茶 那个一条街里面有两个香港茶餐厅 这个差一点跟我们明翔同工今天在那里吃 很想 很汉了 差一点在那里喝香港奶茶 结果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Forsal City 我们再去 那你如果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 Forsal City和圣马台这个郊区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我都建议了 香港人呢 一定要住在前教授那里去 四川人呢 要住这个区 就是如果王毅来来的 圣马台区 为什么 我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大名鼎鼎鼎的四川店 我 我还欠他一顿饭 多换在哪里 更多呢 这个只是老牌子了 我还有新牌子 新牌子是什么呢 这个拉帆天 你们一定要去 一听都知道 这个是重庆的 这个不是成都 这个就是叫圣马台 教训 所以再下去 你说那我们这里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Berkeley Berkeley的举手标准 你们一个礼拜去多少次 三次 哇 怪不得你的学术这么好 我一直在那里做学术 这个 这个东太平洋 East Pacific Mall 你看多么厉害 里面就是我们所有 客户来学者 做学问的地方 你看多么厉害 结果呢 我说香港人 就要住Berkeley 前教授那个区 四川人呢 就住在甘洁那个区 刚才还有刚才 所有的地址 你们都可以 问我们同工 我们配套什么 你就知道 今天根本不是跟你们讲 你们很多来了 两三年 我今天准备 对大家来了 两三天的90后奖 所以这套奖章 完全不 完全不得用 你们请错奖年了 哈哈哈哈 更多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 南加州的小台北啊 更多在北上呢 你就看见一个奇观了 他刚刚去完 就是香港的殖民地 这个 就是叫做北加州 这个是什么地方 你在这里说呢 第一 北加州 其实本来打的呢 是说北加州不是美国 不过我怕前教授和李教授丢鞋子 所以我不敢这样说 所以我说北加州不是传统的美国 所以大家还是回去 不要这么大声说你来美国留学 你不要这么大声 因为有一些在爱荷华 俄亥俄州的听见很不舒服 他说你们哪里是美国 我们这里这么多牛的才是美国 你们哪里一头牛都没有 所以不要说你去欧 你去美国留学啊 你说我去北加州留学 下面这个 这个是本来打的 所以就怕你们丢鞋子 你说湾区不是美国你乱讲 其实不是啊 前教授附近的邻居都是老美国人 不是7月4号都是挂美国旗的 很多旧美国人住在前教授那里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不是嘛 我们到前教授那个区 只是香港买茶 我们不看其他 所以结果不是讲笑 这里当然是美国 但是如果你刚到 或者到了两三年 你还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加州人告诉你 你们去的地方 不是加州 他说这里才是加州 洪湖里才是加州 这个我不解释了 你们慢慢认识 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些 胡聊的道友问题 这个主要是给酒 我今天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说呢 美国是什么呢 这个又要看王仪的书了 这个美国就是四年一次 不留学的 不是政变 不是革命 差不多是这样子 如果你来了 你不懂得美国 我不明白为什么四年一次要吵架 而这个国家是越吵架越好的 哇 你就没有来过美国留学了 好 跟着哦 这个是史丹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第二 第二行是为Dotterney写的 我上来之前跟他讲 我说Dotterney 因为我们之前在美国住了二十年 你都知道是什么 我们上来只讲笑话 没有什么传道 所以我们要先讲这个叫先里后兵 这个叫史丹夫 后面就是兵的 史丹夫当然是世界级的大学 你们史丹夫来的人 史丹夫是SLAC 我刚从那个上帝例子的地方来 就是内瓦还有对国界的法国那边的CRN 那个是 那个是循环型的加速器 你们这个是Linni Accelerator 当然我不能够不提的 就是你们扩客来的 我用填图的翻译 劳伦斯国家研究所 这些是高等研究 好 高等研究 下面是什么 史丹夫 哇 医学院 不过UCSF的人 你们谦卑一点 我们留一些面子给史丹夫大学 我们说你们是顶尖盒的医学院 不过嘴巴粉 就蛮多 我下面有很多很好的UCSF的照片 那你说是什么呢 这里了 史丹夫的90后 你来了四年 你就是20万美金 所以我首先代表史丹夫大学和广大的北 北加州居民 谢谢你们对我们加州的支持 但是 你在史丹夫的四年 你不会听到这三个跟我同一个朝代的名称 宋元明清的 他们都是中国人 是宋朝明朝的人 当然不是中国人 一个是火来图 一个是奥普斯丁 一个是康德 你们在史丹夫这四年呢 不会读到的 因为史丹夫是顶尖外的医学院 是顶尖外的科技中心 所以中国的古书告诉我们有所谓大学之道 那我那个年代呢 我跟王帝都是这种年代 我们的大学之道是什么呢 大学之道在于火来图 在于奥普斯丁 跟子余康德 你们听都没有听过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学之道 不过这个呢 就很抱歉啊 在史丹夫的四年的所谓BREF 你们的通系教育里面呢 可能讲都没有讲过 好了 很多你说什么呢 史丹夫就是个名牌大学 货真价实的世界级的医学院 和世界级的商学院 但是它是名牌嘛 名牌是什么呢 哇 四年二十万美金 还没有算你另外买的那部跑车 还有其他的名牌皮包 史丹夫大学是 我去过这么多院校 唯一在小区里面有商场 可以买到他的皮包的大学院 那李教授你可以做真人啦 你们Cornel有没有店 买到他的皮包 没有啊 那野鲁 给黑人为主的野鲁 有没有办法买到个Touch的皮包 很难啊 普林斯顿有一家 普林斯顿现在也相当商业化了 不过史丹夫 Standford Shopping Mall 哇 是我们教会那些 生活暗数的台湾妈妈 都要去买名牌手手 名牌皮包的皮包 啊 这个 就是史丹夫了嘛 有谁来史丹夫 会记起这一个最有名的名字 啊 所以呢 今天来讲 你看 今天我在讲的 你们Pokerline 也不再是平民大学了 虽然Pokerline的学费相当便宜啊 我是 啊 啊 啊 这个没有 这个迟一点讲 但我怕你们会有些词 所以我说 北加州 是美国的俗山 这个又是因为王毅在 所以天下危乱 俗先乱 天下危定 俗先定 这个俗呢 你就将贵谷啊 北加州啊 Apple啊 摆在里面 不过抱歉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代名词呢 你们连占的地位都没有 那个叫华尔杰 所以美国的俗山在哪里呢 我暂时不下定语了 啊 总之 我们很怀念 我们的 这些 香港人很怀念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在俗山里面 定的江山啊 刚才那个是流选 法国的照片 啊 你们要明白 很多时候这种文化的渊源呢 是很长远的 俗山跟法国是有关系的 啊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是什么呢 好像啊 啊 史丹夫四年 本科生 你们是会读到的 因为我自己叫淡丁呢 也有你们一位女教师的材料 你们有的 不过呢 还是不太多 叫你们维基尔 你说维基尔是谁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 那你的确也不需要知道他 因为你知道他是没有关系 但是维基尔 更多下面 还有这些重要的诗人 他们的重要点是什么 这个 就是 整个所谓大学本科的人文教育的基础 那如果你不认识他 啊 你就不明白 为什么 美国的草票上面 有些我们 在美国二十年都不懂得赖兵文 啊 这些赖兵文 结果都是出自这一个 罗马的私人危机 而每一句话 都是美国立国的重要的精神 每四年呢 就为了这三区专一群 大吵架 就要炒美国怎么样是合众为一 而这个就是美国的定位 所以呢 大学知道 就是要帮助这些孩子去明白 到底呢 我们身处的世界和国家 这个是史纳斯的效果 写的博客 啊 他写什么呢 他说 Stanford Super Education 他说到呢 It has a number of breadth 就是你们的 core curriculum 核心课程啊 还讲到呢 他会学到什么 亚瑟黄的文学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 所以其实是有 所以我这个讲话呢 是很反共的 如果在座真的有史纳斯的本科生 结果你真的有一次上课 真的读到过来读 还要写一篇吧 你上课真的有老师 是真的教育不是你 你还要写一篇短的论文 后来再有个老师 要你去看康德 那个再要写一篇报告 你咬牙切齿 在凌晨两个人中 痛骂那个乘坐人 你说这个乘坐人 乱讲 我们史纳斯就是有这种同事教育 你看 我是帮你挑灯阅读 让你在晚上痛恨的时候 来振奋你的冰肝 写出你的报告 不过很抱歉 这些是我的本行 我仍用人肉手上 你们史纳斯的哲学系 跟中士级研究 的确看不见 有一个美国国家级的 奥古斯丁专家 在史丹夫 没有了 有的就是一般的老师 你们并没有这三个专家 在你们史丹夫 史丹夫是什么呢 送孩子进去 如果孩子说 啊 你在史丹夫 教育的老婆 你读什么 我读意大利文学 他听错 他以为你跟你的教授 和安普的创办人 在吃意大利粉 他真的会 怎么可以读意大利文学 你在史丹夫 东亚文学系 很厉害了 那你最好不要去东岸 你一去东岸 你都发觉很有问题 总之 很厉害 结果呢 这一个校友啊 他写了一句话 他是Biology本科的 这个是前教授的专家 他说呢 他说是在Biology的学生当中呢 有一种叫做Premate culture Premate atmosphere 意思是说呢 修生物学的本科生 大部分都是准备去你学院的 而不是做成的 那前教授 前教授都明白 你们问他都不讲 再讲下去讲 三个小时都得慢慢讲完 意思就是说 连他都有一点不满足 总之 史丹夫是很好的大学 你们没有来错了 特别你们都是研究生 所以本科甚至跟你们没关系 但总之 史丹夫是什么呢 我就用这句话了 史丹夫是大学 知道在于Biology 在Premate 在于Molecular Biology 这个是史丹夫吗 这个就是来的原因了 OK 跟着下面呢 你看见了我们贵谱是什么呢 大学知道 在于Apple 在于乌乌 在于Facebook 下去 我知道我的企业正在搞 叫做Foodbook 真的在搞下去 所以 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个叫做 Later Wave will replace Earlier Wave OK 好 哇 这些名字 你瞎死了 这个就是Silent Man 那结果 你说 啊 你在讲什么程度是 为什么你这么Synastic 我告诉你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都有这些问题 整个哥伦比亚这么靠近华尔街 真的是商业化的巨流啊 可是没有办法抗拒 啊 啊 啊 结果 我本来是先给8090后 你们全部不是 我现在要讲这些皮包 你们到现在都没有买 这个不对 啊 我说这个是什么80后90后啦 你看这个就是 啊 啊 这个是为了福强 啊 啊 这个呢就是福强 在后面 呃 他在香港大学 他每天下山经过的 中环的 这个相聘中心 啊 这个就是香港的名店 你看 我们广大的同胞 整个大西北到上海北京 都在那里学平 啊 跟着这条路呢 富强已经走过了 叫广东道 我曾经在那里 差点点 人家撞死 不是汽车 是一个人 背了十个 Louis Baton 差点撞死我 哈哈哈 你们多少是上海人 上海人 请举手 啊 我们懂得这个牌子 也只有两个上海人 哇 你们这个组合 一定有什么 啊 这个叫Louis Baton 叫Louis Baton 这个叫上海话 啊 上海人其实很少在那里排队 因为上海浦东很多这些名店 不需要来 啊 这个就是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是给富强看 香港终于有放座 富强你要去看 哇 你看这个骆驼啊 马 两个两个素来 你看这个都不可以 大家尽可能去关顾 特区 需要你们广大的同胞支持 好 大学理工化 大学医学化 我没有时间讲了 北大清华到所有中典大学都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只是美国 并且这个没有问题 There's no problem here There's no problem here It's very good 哥能比亚 哥大在巴哈顿 不跟华尔街挂钩 那他跟谁挂钩 这个是很正常的 OK 但是最要紧是什么呢 知己知彼 你要知道 你首先不要说你去美国留学 你要说你去北加州留学 因为呢 你可以吃小肥羊 你可以吃这些 这么好的家乡菜啊 更多你要知道 你来的是当初 还有国家来的 啊 结果 哈佛 就是一个例子了 哈佛 Medical School 在哪里 我都忘记 看完它的区域 叫什么 Newport Newton 就合得对吧 对呀 因为真是没有办法 如果医学院在整个大学 就很受威胁 那 跟着呢 这个就是美国的理工大学了 你说大学理工化不好 美国很奇妙 很奇妙是很奇怪的 马上理工 懂何来的没有 啊 马上理工有哲学系 马上理工的哲学系呢 是专门用的当代德国哲学 而它的当代德国哲学呢 是公认的 是圣过哈佛 已经十几万十年 所以你在 你在建桥区 如果要研究当代德国哲学 你是去华山理工的 而不是去哈佛哲学系的 跟着呢 还有 懂不懂得这个学校 有没有听过啊 维珍里亚州理工 有没有听过 有很严重的开枪啊 我今天看 哇 它的中国语文系很厉害 里面有个女教授的书 我们也有 还有我们有听过 南部一个 Georgia Tech 我们有听过 Georgia Tech 也有蛮不错的 东亚文学系 这个叫做美国了 美国呢 当然 这个Cal Tech 也有 但是这个 能够在工业学院里面 开人文科学 还做到 比一个综合性大学更高的成就 这个 就是叫做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拉 诶 这个都讲完了 这个 就是我们美国一个相当负责理性的人物 前教授 李教授 我都知道 这个是什么 William Buckley 相当保守派 他讲过这些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话 他说耶鲁大学 他整个 整个康乃迪各州只有两个大学 一个康乃迪各州州立大学 第二就是耶鲁大学 所以耶鲁是私立的 但结果呢 他是大量拿到州政府的拨款 比康州州立大学更大的拨款 因为他名次大过康州州立大学 所以这个Buckley是他们最有名的效果 美国几乎不会有人不知道 所以他说是怎么样呢 他说他建议耶鲁大学要被称为了康乃迪各州州立耶鲁学院 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州立大学 你看 波克莱 弟兄姐妹 各位新朋友 我帮你们掏光啊 波克莱相当厉害 排名第九 耶鲁呢 都不可以数啊 都不在这个名单 可能 你们排名第六啊 耶鲁再数下去 排名二十位之外 所以 波克莱作为一个州立大学 拿着诺哥尔奖 胜过耶鲁 你都知道 这个就是很多所谓名校长春藤的问题 就是名不复实 那么说呢 他这个方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我情愿的给一般的居民来管理我们这个社区 都不要将我的社区交给哈佛大学的教授图 李教授一定认识了 就是 美国的 洪场不是普林斯顿 就是中西部的一个大学 很多近年都经常过来史丹夫 李教授 这个第一个笑话 每一次你们史丹夫拿都会对讲理 都知道中西部跟东安的人 晚上都睡不着觉 要抖角的来咒诸 咒骂你们 他们气死啦 但他每一次史丹夫都是十字迷归 那结果有一个很有名的 罗国人的讲组 叫做鲁塔斯教授 盧卡斯教授當年是那個大學五年裏面第四個洛伯爾經濟獎得出 那個是通前絕後的記憶 盧卡斯教授他就拿洛伯爾經濟獎 Dobel Price 結果他拿到之後前幾年呢 感情破臉 離婚了 哇那很不幸運啊 他拿到洛伯爾獎的時候可能已經再婚了 而且通常都是跟他的女學生 結婚之後 儘然若各位獎金多少啊 一百萬美金啊 結果他只能夠拿十萬 為什麼 哇原來他早幾年離婚的時候呢 這個盧卡斯太太已經在離婚的合約上面講明 我這個可惡的老公拿過獎是指日可待 所以離婚的條件就是當年 未來我要分一杯羹 而這一杯羹就是 他的五層 所以我們整個學校校區都公認 當年的Dobel獎真正的得主 是盧卡斯太太 這個叫做學俗啦 我不講他 大部分Dobel獎得主 經濟得主 個人的財務呢 是相當混亂的 你如果學他們去買股票 你不如跟你教授去買啊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Dobel獎 他們有沒有貢獻 絕對有貢獻 但他們的貢獻不是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啊 這個就是給UCSF的同學們掏光啊 這個就是你們這個澳洲第一位的女 諾貝爾獎得主 我告訴你啊 我們有同工 通理曾經寫過啊 他說他第二天照樣去超市買菜 排隊在你後面 你看看他 你覺得他好像 你租的那個舊房子 下面那個美國老太太 對這個叫做羅獎得主 不會有國家性的待遇 不會有公安前後去支持他呢 這個叫做虛長百姓家 沒有特別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之光啊 那在這裡呢 我特別要找的是中間這個 以前這麼英俊的照片 這個叫做學而優之士 視而優之學 那他們當官的政治是怎麼呢 我在這裡也不評語啦 免得你們丟鞋子 總之兩個人呢 都相當是正義性啦 旁邊的 本來想 這個是文學獎的高興建先生啊 他也是拿一百萬美金 所以呢 講到這裡想講完這個影片 現在是什麼時間 9點20 我要講到10點20 真的啊 我沒有這麼多東西講 今天本來這個獎章是 明飛給90後的 所以我跟王毅講 我說今天講到是相當後現代的 沒有大綱 沒有語言語 沒有結論 好 今天第一個叫信念的尋殺 我就 啊 將這三天分為這三個題目 第一就是信念 第二叫做信仰 第三叫做信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是信 這個就是宋元明清的思想方法 所以他們當中不一定有邏輯的 你說哇這不是很好 不一定的 這個邏輯不在裡面 你不要看見信念信仰信靠 你就覺得很有道理 不一定有道理的 你要想一想 這些宋元明清的教學方呢 現在越來越不行了 但是有沒有背景呢 當然有 這個Connection信念 我個人搞了三十年基督教 我真的認為呢 他是在信之前的 你信上帝也好 你拜菩薩也好 之前呢有一套東西 馬克思叫做世界觀 我們讀這種 不是很民宵的學校 我們大學知道 在於摩拉圖 至於康德了 我們叫那套叫 行而上學 這套東西 Connection OK 第二套 這套 廢信仰 那這個很難 我們要解釋什麼叫信仰 那這個也是我的本項 第三信靠 為什麼呢 當然想你們相信耶穌呢 這個是叫做 開中民意的賣詠告 為什麼呢 不講這點呢 我怕童工今天晚上要開緊急會議 就是明天可能要請乘坐人離開營地 這話就 哇 陳故事講到很有問題 就好像沒有封印的內容 所以這個呢 又是我對 90後講到 跟這個同工們主要希望有受緣明清的 講到這個差別 啊 但總之 我當然相信 整個 我的分享是有個架構 但是時代的變遷 對於我們基督教很大的衝擊 當然對你來講 這個不是問題 你可能甚至不是基督徒 你可能就是剛來了兩三年 我不管你來了兩三天也好 兩三年也好 結果什麼叫做 那現在我不想講太過中國大陸的新聞 我們也不需要做台灣香港的比較 但總之 就是每個地方的文化消費潮流 生活方式 都是他們的 都是他們的 所以 你如果是研究生 如果你是訪問學者 我是59年生的 這個59年是很怪的 他們說他是九生的呢 他既不屬於上一代 也不屬於下一代 我從來不知道原來我一出生就有identity crisis 一直到現在 我從來不知道 那所以我真的很想認同 那所以我真的很想認同 這些50年代 我相信呢 我們還是應該追尋一種的conviction 這個是今天晚上的經文 一起讀 預備一起 也說說 我來了 是要教導我們的生命 並且得的更後生 我認為這一句話呢 是前現代 也是現代 也是後現代的 到了一個地步呢 甚至我本來想呢 是講一個很大的題目 就是今天可不可以呢 我們多一點講 如何去愛神 而不是單單去信神 那不要搞錯啊 我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因性稱义啊 但是愛 愛也作為一個後現代的觀念來講 對這些年輕人呢 他們是很大的共鳴 我不好意思問的 你們也不需要舉手的啊 我本來一開始想問的是 多少人來了兩三天 時差沒有到過來 啊 有多少人來了兩三天 時差沒有到過來 已經買了車 不提防我就問 到底是Audi還是Cooper 就問這個啦 當然你們不會啦 你們就很好了 你們就開出全新的 Honda 全新的Toyota 我說 哎 你們用這麼多錢買Toyota 你應該考慮Cooper啊 現在還在開Toyota 難怪你的美國同學笑著你 這個就是他們愛 我愛LV 我愛Cooper 這個愛是每個人都要 我們緊要回到那個前線的奧古斯丁 他說 人人都要愛 每個人都要愛 沒有人不愛 這個愛呢 可以愛上的 也可以愛平輩的 也可以愛下的 這個愛 當然包括了信 這個愛是因為產生信 這個愛是以信做基礎 人經常是彼此相信之後才愛 但愛之後再彼此相信 但總之呢 整個整個所謂信仰 對於耶穌來講 他講的這個絕對能夠滿足我們這個90後的小孩子 和我們這些780後的這一代 所以我今天要探討什麼叫做更豐盛 那第二天明天就是這個經典了 就要討論怎麼樣知道神 怎麼樣知道神 但是其實呢 你們如果明天下午去聽專題呢 晚上如果真的很疲倦 也不需要來了 因為專題解釋了這個問題 跟著我呢 第三天我就要講到這個信號 這個信號是在經濟的轉型當中 我知道他們告訴我說呢 這個研究生多過本科生 我說我現在看下去根本不是 我說全是研究生 哪裡有多過本科生 嘿 你們這麼有勇氣 在這種讀書無用論的時代 還來做研究生 我佩服得五體同學 好 我們要討論一下 怎麼樣在時代的面前當中 我們去有安全感 嗯啊是上海人 阿拉粉同上海人 OK 我說上海人啊 終於明白了 上海人明白了一個永恆的真理 是什麼 就是溫州人永遠會比上海人有錢 直到耶穌回來了 為什麼 我的上海朋友都好像你們 哇 雙博士 一個生物工程 一個生物化學 我們的高分子化學 回到浦東 兩個整天就是屬細胞 屬化學分子分的怎麼樣 總之就是在做高等研究了 後來發覺 欸有問題 我永遠不能夠好像那個溫州的土人 能夠開奔石炮轍 在我們浦東東南西北的肺部 哇 發覺有問題 我們倆口子是雙博士 是金嫩糊口 這個叫做讀書無用論 我們北美華人教會 還是在這個創傷後的政經綜合症 叫做Postpharmatic syndrome 以前你們來的Shadow 我們都是守著法的 萬北大清華武漢 我在講沒有講的都是中典大學 不要丟鞋子 我最忘記講的就是最棒的 我自己個人認識 因為我的朋友當中的中國特大了 這個一定要提了 所以不要說我不懂 雖然我從來沒有去過 我去了上海之外 從其他地方從來都不去 因為我媽是上海人 我住在上海 這個是上海人的特質 那結果是怎麼樣呢 我們聽見你們來 我們嚇死 成功是這個北大鼻 成功是這個清華鼻 那我們馬上就士大夫這樣子 十年前就不是 成功是這個溫州來到 哦 溫州的此類 啊 高興 你爸爸是鞋王 還是幻居王 還是電子手錶王 現在不是 成功是這個山西來的 我們這個整個人跌在地上 中國內部的paradigm change 跟我們沒關係 我這個住在美國二十年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北京上海 我以前以為山東就是東北 後來呢 我終於現在越來越多山東會友 也很多東北人 可以嗎 而山東會友真的告訴我 東北人就是山東人 那個東北會友告訴我呢 東北人就是山東人 所以我發覺我沒有講錯話 結果是什麼 我們什麼都不懂的啦 我們連送源明清朝代都會被錯的 結果 我們 覺得中國的paradigm change 我們只是到北京上海 後來有工作 現在有山西 我說我們 我們再這樣搞下去 我們在美國真的 極權不領 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發生什麼事 但是一幫一幫 這個一浪一浪 是指到你們的飛機啊 你們是這樣飛過來的嗎 90後更厲害了 你現在叫他來聽我講到 我下面叫他多點認識美國 我說呢 聖誕節不要回家 去威斯坦森州 去愛荷華州 了解真正的美國 結果他說我聖誕節真的沒有回家 我是趕緊回家聖誕節去倫敦 你嚇死了 這個不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跟他們來討論 當然 我這個資訊還是不對了 我知道有很多是苦學生 或像我以前這樣子 在香港茶餐廳喝 香港奶茶看康的 這個就是我 我知道你們是苦學生也會有 但是 我們視之欲道 我們誤益誤實 我們求道不求實 但是我們怎麼樣 不要關心一下我們時代的變遷 特別在座如果有新竹的英姊妹 特別在座還有史丹斯跟 破坑萊 UCSF Golden Gate 還有什麼沒有講 我想問有沒有 The Answer College 來的 一個都沒有 The Answer 有一千個中國本科生 我不是講笑啊 我很大事當啊 我從來不教人請我講道 我真的會要求 請 Mountain View教會 請我去The Answer講道 That would be fun Yes GTS的講道 跟零 對你們講道更同 我告訴你 真的更同 這個叫做90後 意思就是說 你們我是同工 你們怎麼可能不關注中國的變遷呢 因此 今天我就說什麼了 那什麼是答案是什麼啊 特別在座有法文學者 各位老師 今天講過要笑話了 為什麼獅子到老年還是叫獅子 老虎一生下來叫做老虎 因為獅子老的時候呢 叫老獅就跟老獅的名字混亂了 那老虎呢 用東西下來叫虎子 因為虎子是這個 不是那個 這個是笑話 各位老師們 越教越老 我們美國的教授 越教越壽 來美國 你們三個月 以前是我們 我們廣大的美國大學 重經理 拼先是你們帶基金來 我們謝謝你們 那請大家可不可以 這三個月 除了去校園團企 嘗試去加州之外的地區 但不要去內華達州 那裡呢 有一些很不乾淨的東西 請盡可能去觀光 也不要這樣大想 一到的是美國 盡可能去一些比較多綠葉 還有錢教授找那些話題 大石的地方 就最可能去那些地方 看看另外一個美國 總之走出西岸 Please leave the West Coast 你就知道什麼叫美國了 真的 有時候來某個華盛頓州 看看長綠樹 也是一個觀光 所以呢 我認為你應該認識美國了 應該多點做運動 真的 除了在研究生裡面 多點去跑步 健身享受大自然 這個叫做California 整天在實驗室裡面呢 就 very uncalifornia 這個你也要懂的 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就要學他們的生活方式 沒有事情做 就去跑步 這個叫California 第三 當然我希望你認識上癮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來了 你去了法國 你從來沒有去過波多區 你到了德國 你從來沒有去過慕尼黑 看寶馬車場的中心 跟著看所有中古世紀的德國古堡 你如果去義大利 你沒有去過更重要的 不是威尼斯 是法國人 甚至是Sierra 你沒有去過 你只去過羅馬 羅馬不是義大利 倫敦不是英國 紐約不是美國 我不是講校 你問義大利人 你問法國人 你問英國人 你問英國人 都知道了 如果你只去過倫敦 以前呢 我們在這個 摩托宮 是十年前 是這樣子 就是 那個 道友 拿著這個旗次 走啦 走到蒙南畢山 以前是小房子 後來幫到一個大廳 因為太多 我們廣大的 山西江西溫州 走到 現在這個大廳 全部是日本人 但是有時候不知道 誰是日本人 誰是溫州人 現在不是啦 現在什麼人 以前十年前是這樣 走到這裡 大家看見嗎 這個是蒙南畢莎 佐者達芬奇 看見美 走 現在不是啦 我去過啦 我親暖聽見 媽媽 不要這麼快走啦 我都沒有看 前面叔叔擋著我 不要緊啦 媽媽 我們明天還要去 博多區 而下個月 爸爸會再回來 另外我們那裡有個別墅 正在考慮買第二個路吧 我們三個月後回來 如果不回來 我們四個月後 經過倫敦也可以回來再看 現在這個有可能 而且是很有秉慰的 她知道蒙達麗莎的 左邊是小橋 後面是個假山 我都沒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中國的水平在提高 我不是在諷刺 這個是事實 真的是事實 有些中國人 富起來 有文化品味 是有的 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夠只是 批評財大氣粗的現象 我有很多朋友做生意 懂古典音樂比我多 我聽柏林腳響樂團 跟我孩子拉 和我自己在那個 完全總音的Radio聽 是完全一樣的 我絕對不覺得他們有分別 我孩子每次衝出來 反正說 爸爸我又有一個突破了 我說什麼 他說我拉給你聽 這個是我以前的 現在是這樣子 我說 Very good Very good Daddy like that What do you like? I don't know 你們懂一點 音樂、工業、business 所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 他們這些 麻油油 他們那個琴都不是他們的 那個是金氏古琴的 他們連保險費都買不起 所以呢 我們倾家當場 也買了一個大提琴給我的孩子 就貴過我們當時所有 我們有的酒車 就是這樣子 好了 終於也不行了 他說也不好 我聽來聽去 我覺得跟一個五十塊的差不多 他說這個 終於他考到 週季冠軍第一名 很厲害了 但你要聽聽知道 加州的週季 古典音樂比賽 鋼琴、大提琴、小提琴 全部加起來 沒有一千場 都有 起碼一百場 沒有一千個 每個州都有 起碼上百的 所謂週季冠軍 更多 一到六月 全部費到公安 所以是一千個孩子 在朱利亞 一千個孩子 在T-Body 當中學 大概三十個 哇 那個叫做 紫禁之電 哇 那個真的是厲害 結果 我的孩子 終於拿到冠軍 就有一班醫生 他們用自己的錢 買古典琴 免費 接給你 終身的 哇 那我們還可以 學音樂了 他跳跳跳 我們講笑 我們沒有 多少錢 多少錢 他說 Danny 不是啦 但是他真的是說 Danny I like a new one 我說這個是新的 他說不要緊 結果他拿到一個舊的 我們後來上網去查 真的是一七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個情話 好厲害 不過你要知道 意大利人呢 他除了偷了我們的破餅跟南州八面之外 他們做情跟腿化呢 也是呢 彼此仿造的 所以那個Label說是一七零零年呢 他說 某某大師做 其實他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 所以你拿去基斯丁國際拍賣行呢 不一定能夠拍到天價的 這個是事實 結果有一次我還想說 爸爸我們現在不用緊了 但是我需要有一個好的包 那條毛 好 我說爸爸 你盡可能去找 我們買最好的 通常多少錢 他說爸爸大概一萬塊 我 我那一天我跟他說 我說孩子啊 我可能要Disfranchise you 我可能 就不是說要跟你斷絕關係 但我的意思是說呢 以後你所有經濟的後果跟我沒有關係 我說 一條毛要一萬塊 我說我那部跑車 你三人要換一部的 我說我那部跑車更重要嗎 我不是啦 結果我的孩子 他真的是說 爸爸我要表演給那些沒有錢 去看那一集音樂廳聽聽音樂的人 而且我還跟他說 以後不要整天往北京上海香港跑 因為那裡出的全部是美國兩三倍的天價 但是現在有必要說 現在去北京上海香港表演的是相當有水平 連聽眾都有水平 不過他們一個禮拜是柏林 下個禮拜是費城 再下個禮拜是巴黎 再下個禮拜是倫敦 結果北京上海香港一季當中的音樂會 頂級的表演家跟教學樂團 多過很多美國城市一年的表演 所以那你的聽眾呢 以前就跟紐約民衛中心一樣 人家怕怕就怕 人家不怕怕就怕 現在他們真的懂得 這個比上個禮拜他們的俄國上 他們懂得挺多 因此怎麼樣提高我們的素質 廣大人的素質 甚至在信仰上 你怎麼樣求一個至善 這個就是我在這個禮拜想的 我的確很想你信上你 但是我更加希望你就算你是90後 我希望你仍然要找回你那個至善 但是我同意 你那個至善不是我這個 連我的兒子都跟我不同 這個no problem 但是我們每個人不可能沒有理想 我們每個人不可能沒有信念 你看 你看 這個就是現在這種 消費 結果我說是什麼呢 在這個禮拜當中 起碼我理解 很多學者 我們尋找信仰是有三個訓 第一 很多人說 我以前是無神論 現在我相信有神 好 那個叫做上帝是真 這個就是叫做上帝的合理性 哈 你搞懂了 更多 第二 你說 我真的信上帝 哦 以前是假的 我不會這樣問 那總之呢 你說 我今天真的信上帝了 那這個叫做你個人的 我們老一套的這種哲學的 很浪費的語言叫做什麼主體 哈 不過無論如何你說 好 你真的信上帝 可以 第三 你說 連我信上帝的信物都是真的 哈 那這個是什麼呢 第一 你說 我要知道到底有沒有上帝 我就請你去專題講座 這個不是我要講的 我不是研究上帝 哈 我也沒有辦法去研究上帝 上帝既不可以被證明 也不可以被否定 康的所說 但無論如何呢 到了現在九零後的年輕人 他們更加更理想正好 他們不是從神的真 推到他們的信仰 他們不是這樣子 你們當中有些人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這個神是不是真 真的很多時候不是我們的觸發點 但是需要處理 所以我們從經濟 科學各方面 還有我們整年在校園團體裡面探討大大小小的課題 這些課題都是在教會裡面不會講 也不懂得講的 有好像我們其他的教授 這些專才在這裡幫你們 這個是你們莫大的機會 第二 我真的欣賞你 這個就是團體道師 這個哥德 講過一句相當有趣的話 他說當人走在森林當中 一定是一神門 但是當人創作詩歌的時候 當人寫詩的時候 他一定是犯神門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紅木林 我不是植物學專家 可能錢教授還有其他都會比我懂 你們去研究一下紅木 來到這裡 我希望你去森林裡面走 就不用我來幫你了 你自然的會變成一神門者 就是你看見這個大自然 我們從這裡往北開會經過一個州 又是那個真正的美國 不過很少人會在那裡停留著 叫做俄立岡州 那叫做真的美國了 不過那個地方不會有人停的 所以呢 這裡所有的大廚 什麼曾四川 老四川 他們就開車 一直衝過俄立岡州 就到溫哥華來開店 賺十倍的錢 跟著溫哥華的店 沙門市的店破產 又開車 開回來北加州 再開一家香港燒量店 請教授 我們西亞族 最棒的叉燒店 是你們北加州來的 所以謝謝你們 你們經濟 這個recession 使到最好的叉燒 來到我們西亞族 真的很高興 這個叫此孝敵長 所以呢 真的是什麼 你多點去大自然州 你多點去河立岡州 有一個湖啊 它是個火山湖 結果它的水的重量爆了 它就 它不是implosion 它不是內包 但總之呢 它的水都壓迫了 因為它整個火山就好像一個冰淇淋的一個雪糕桶一樣 那那個叫Cray to Lake 結果我們都說呢 這個Cray to Lake 就是在波特蘭大概再過兩個小時 你們真的應該去 特別是聖誕節 不要去北京 不要去北京 就去北京 結果呢 去到那裡 每個都變得有神論者 爲什麼 每個坐車坐到 角度都軟了 角度霜了 跳下來 哇 看見那個火山 哇 好像冰淇淋 好像彈藥一樣 四边是有一朵雪 说要冬天去 中间有个小岛 又铺上雪 跟着那个湖 如果是结冰也美 不结冰也美 美国突然说 Oh my God Oh my God 每个都变得有成分诊 所以我告诉你 多点去大自然的 好过听这个成熊人 又没有大纲 又没有结婚分道 那你要怎么样 找道师 你们全年的活动 比我们的讲道更重要 我其实来的 你们只给我讲 三个晚上这么少 我可不可以讲悠悠 跟着他讲完 我都在 我开支到来的时间 都长过我讲道的时间 我讲笑的 总之呢 这次我是香港在 我是张学游 全球告别给唱的 真的很少在讲福音音 我现在看到 这些90后 他吓得我手都滑得 有创伤后的综合证 所以你们的问题呢 真的 我不是讲笑 我们的讲员 从主要讲员跟专题 特别富强啊 你们啊 从中国回来 你们可以回答 他们的问题 远远深夥 我就是什么呢 那些研究 Game Theory 的佛博尔奖的经济得主 但个人才一塌糊涂 意思说 我们这种搞神学的呢 就是第三种 我们既不是研究上帝 也不是帮助你信上帝 就是你说 陈牧师 我人生很空虚 我觉得我研究了一辈子 拿到高分子化学博士 它那之间很深落 我需要知道我人生的方向 特别要不要回鼓动 还是在这里 你知道吗 你真的不要问我 因为我可能跟你一样 投的fuse 我是非常投的fuse 我有时候想想 我要不要回台湾神学院啊 香港什么 晋慧大学啊 教基督教研究啊 还是在美国 这个小的大学教书 所以我有时候跟孩子说到 爸爸教学也很困难啊 这个学校这么小 跟着幕会也很困难 他说 Yeah daddy We feel sorry for you 这个叫90后 所以我们家绝词不提的 三个英文字叫做PHT 我们孩子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叫PHT的 不过他们12岁了 一个看完奥古斯尼的常会录 一个看完博莱特的理想录 为什么呢 从此看到最后一言之后 他们说 我从此不再看剧主 我的一生不再看 真的啊 从此不再看呢 但你说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我的目的 结果他们一生没有忘记 所以我们经常晚餐的时候 讨论奥古斯尼的时间哲学 跟博莱图讨讨论什么叫公义的问题 意思说呢 我的孩子不是好像我这样子是读书史 读死书 以上就会讲的 他们不是读书的 他们也不看书的 但是起码他们童年的时候 有一种比较清楚的 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 还有路易斯的书 全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 但是从此呢 不再有任何希望 而且千万不要提研究院 所以你们基督徒的父母 我见到有些 你们要有另外一类教育 孩子的信仰不可以丢 不可以丢 但也不能够用权威去压他们 你要有一种基督教育的人文教育 等他们知道自己的conviction是什么 更多等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信上帝 最后希望他们产生一种的灵命 叫做信靠上帝 就这样子 这个时代是跟我们不同 所以今天我主要要处理的 就是叫做什么叫信 我不是研究上帝 上帝不能够被研究 我不是 我是搞上帝学 神学 我不是研究上帝 你绝对会遇到一个牧师 他能够帮助你的灵命 他能够引到你个人的感怀 宗教情操 越来胜过 真的 这个是事实 因为我搞了三十年 我不能够转行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是什么呢 除了神是真 还有你自己的情绪高低之后 你有个真的感受之外 有一样事情是真的 那个叫做信 这个信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 整个基督教 主要要探讨的就是所有关于这些信的触景内容 所有这些东西 因此今天呢 我其实主要不是向你讲到 我是向你的触景讲到 我很想知道的是你说从哪一个省份来 你的省份到底是乡村城市化 还是城市乡村化 总之全部都是城市化 但是有不同 我很想知道你的整个省里面 为什么只有一个比较现代的都市 而其他都是半农半城的都市 我还有兴趣知道 为什么 因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的基督徒 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观 世界观 那个叫做信念 这些信念 就是我啊 钱教授啊 还有这些我们去到国内做培训的时候 我们发觉在上海跟这个双博士师傅讲的 就是不能够不要提省份 没得你们丢鞋子 就是不能够到另外一个省 又搬出来 你们钱教授他会知道 你不能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些城市 他们的生活形态就是不同 我们就是不能够一套东西 全中国讲 不可能 今天来到这里 因为你们说是向你团气 又是美国人最崇拜的几个名牌大学 特别最大的名牌就是食堂服务 所以我当然要跟你们探讨一下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名牌 意思就是说 我一定要讲这个 为什么这个就是跟信有关 跟着下面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转型 以前宋元明清的时候 阿古斯丁 这些是什么 他们讨论何谓上帝 他们将上帝当作是一个对象和主体来讨论 所以他们是用一个实实在在 他们讲的上帝对他们来讲 好像前教授的话是一样 全部是真的 没有任何的怀疑 我忘记了 今天介绍讲员的应该学习 胡人队LINKERS 以年代的介绍 更多是陈左人一出来 陈左人宋朝人 更多 傅强一出来 傅强 这个80后的 70后的 这样的介绍比较有味道 明年考虑 另外我再提议 校园福音团契 今年叫寻找 你们就比较上 接近清 清末明初 那种的语言叫寻找 你们怎么样吸引新一代呢 下一年 2013年 叫做 寻 那就可能会多了二三十个 多一点80后 但还没有90后 2014年呢 我今天 我说很认真想了两个礼拜 这个是两个礼拜准备出来 2014年叫做 无提 就是鲁巡晚年写的是 无提 那个90后就来了 哇 他们说这个比起我 比起我坐飞机 去 能得做更多 你们要想 他们的心态不太大 他们连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呢 包括你们 我现在讲成你们 8年后这些研究生 你们连寻找 都不去寻找 就对你们来讲 你们最不会去寻找的 就是寻找 意思 今天呢 我谢谢同工了 他们起码 一样找到的 他们寻找到的是成作人 所以谢谢你们再请我来 但是我再讲了 这一种后现代的转型 太厉害了 结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 七八零年代的护教学 我们讲 why 为何 但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他们不是问原因 就是很多人 他真的不在读 无神论 有神论 犯神论 一神论 多神论 他不是跟你搞这套 他 他不问为何呢 结果呢 我们现在 所谓的后现代 其实后后现代 是说哪一个 就是说呢 他在有多项选择了 现在是哪一个 是丘陵营啊 还是去大峡谷啊 还是去 亏图类啊 还是去西雅图的顶太风啊 他有多项选择题了嘛 所以这个是很后现代 跟着呢 最厉害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 香港的这句话 下面是什么 你看我们香港人 很有哲学头脑 不是啊 香港人没有哲学头脑的啊 香港人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大学 我知道在明明德 除了尖教授 还有我们以前一些小伙子之外 香港不是一个文化 知识的地方 但我们产生很多学者 但我们不是有这种 北京、上海、巴黎、伦敦 这种的文化 我们不是人 我们做香港奶茶 我们很平时的人 不过我们就会读康德 这样的啊 啊 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有个提供 啊 现在 我知道 这个是说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很酷 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城地有 这个又是两个旅拜的准备 啊 你知道这个最大的问题呢 它是圣经里面没有 嗯 红霞这个没有圣经根据 所以这两个礼拜 就会很困难 因为要想一些 跟圣经无关的东西来讲 嗯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前现代了 啊 可能就是我当年 2001年 你们要相信上帝 上帝是什么 永恒 绝对 啊 这个叫上帝 你们要追求天长地久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一直下来 所以他呢 跟我们呢 全部天长地久 已经十年了啊 这个叫天长地久 啊 庚着呢 大概不是七八年 就是八九年 我们就来了一帮 呃 中国学者 哇 他们说信主呢 就是灵魂深处的震动 呃 我等一下会放一个 投射片 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 叫巴特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上帝是上帝 人是人 信上帝都信上帝 人 就是要信上帝 哇 这个很存在主义 所以当时候的学者呢 就来了美国 他们很多人信主 他们那种存在主义式的信主呢 就用大量这种的语言来描写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有些人八九年在 有些人七八年都在了 啊 你们回头来看 当年的古道会 当年的福音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相信 跟着大家 虎拉拉 水拉拉 眼拉拉的全部出来 跟着存在主义式的信的上帝 现在这个存在主义式 面对山西圣的挑战 有多少人站得住 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信仰 有多少成为校园团体的通过 有多少回到教会 相信存在的可归 不是上帝 在存在 挣扎当中去寻找 不是上帝 连寻找都不是上帝 这个是事实 所以 今天 我没有什么存在主义式的事局 啊 后现代来 这个九零后是什么呢 不在乎天长地久 再来一个 否定就是 不在乎曾经 去拥有 哇 你问他 那 那你有什么 他说 I love my brother I want my culture 你有没有想过 真的有人 他 他不是要有很多东西 他不是 也 也不是要一种 一时间的决定 他两个都不要 那你要他怎么样 你要他怎么样 我没有答案了 我想的 已经想了几年 跟他们这两个礼拜准备 啊 这个 他们说 我说是九零后 但我告诉你啊 这个 当初你们有人是这样子 啊 今天 在Berkeley外面 Elsa Vlito 你们知道了 我们有教会 有九零后的人去啊 啊 结果 Elsa Vlito 那些劳工 Blue Kohler的教会 他们来的一般 富外代 啊 但是他们也是很特殊 他们最多是开全新的Toyota 好像你们这样子 虽然他们可以开更贵的车 但他们就是这样子 那结果在Elsa Vlito Elsa Vlito 是真正的美国啦 Elsa Vlito 比帕老头更像美国啊 你去Elsa Vlito看看啊 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Elsa Vlito的教会政经 是怎么搞的 那我们怎么样 像这些小孩子来做传呼应 并且他们也要反省 让人心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不能够说 这帮孩子是虚拟的 虽然我们觉得他们是无 这个 投身信念跟动力 但是这帮孩子 就好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用这个来反思我个人的人生意义 我绝对不认为他们是虚拟 他们是什么 我认为呢 他们呢 是一种 是有理想的 但是他们是另类的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些 可能会找到的是 台湾的90后 还有是 可能 中国大陆的90后 总之 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是 是 经常是跟我们 这种 真的是 化石 Fossil 也是一个 品牌的皮包 90年代 跟我们 唯一的共同呢 是他喜欢 Fossil 而我是Fossil的人 这个是唯一共同的 OK 所以他见到我 我说 Pastor Fossil You are coming 化石 牧师来了 有没有不同 有了 社会学家 告诉我们 原来香港 台湾 中国大陆的90后 有不同 但我不知道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他们在说 其实这些应该多一点 生日的调查 我很有兴趣 因为我两个孩子 都是90后 结果他们说 所以我们还要加上 北美 北美 就要分开加州 因为加州 不是传统美国 所以北美加州的90后 跟真正美国的90后 要分开这两种 好 结果你说 他们没有信念吗 他们很无信念的信念 其实 一样是宝贵 正如在座 我们很多的研究生 和所有访问的学者 你们都不是基督徒 但我绝对不会说 你们没有信念 其实你们是很有信念 现在再愿意讲 那个七八年的口号 叫做现身科学 投身研究 是很伟大的 现在还可以这样讲 是当年今天同意的 现在就比较上是困难一点 如果还能够讲 你一定有理想 但是我在讲 现在我们是面对一个处境 就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 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 你在寻找一个信念 我希望这几天 跟你有一个互动 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 没有动力 我希望跟你有一个互动 但我在讲